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行踪 至今仍然是一个迷 只不过朝鲜的官方媒体 今日朝鲜就在大陆的微博上 连珠炮发地批评外媒 暖报金正恩瓜柴的消息 而且还骂得非常过瘾 到底今日朝鲜是怎样说的呢 他们首先就说 举个例子 如果我说CNN的记者不是人养出来的 我就很应该拿出CNN不是人养的证据 而不是先要求CNN的记者证明他是人养出来的 难道不是吗 接着他们又发另一条微博 就说谣言最初来自韩国 一群躲在地下室 从来不抛头露面的坑渠老鼠 CNN就借此妖言画众 有大妈见到以后 又接着小老鼠说的东西跟着造谣 那些外媒又用大妈说的东西来造谣 真是毫不客气批判CNN 因为CNN其实就是外媒当中首先引述消息 说金正恩在动员心血管手术以后命危 现在就被今天朝鲜猛强烈批评 说他没有证据 好 又发另一条微博 今天朝鲜 就说西方国家巴不得朝鲜混乱 历年也是这样 但是这次那些拿着超级放大镜的西方情报人员一无所知 还比那些三流记者 那你信不信呢 还有一条微博是这样写的 我们为什么应该抵制谣言呢 很简单 因为他们把你当傻子 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那他们当然就是指外媒 实际今天朝鲜已经猛烈批判外媒 乱报道金正恩的消息 只不过是这样 他们又没有办法能够提供一些确切的证据 证明得到金正恩目前身在何方 或者他是否健康 身为一家朝鲜的官方媒体 如果纯粹是单靠从文字上 批判和力气外媒报道所谓的假消息 而一张照片都没有的话 似乎真的削了些 只不过 从他们的微博贴文当中 官乎他们所使用的态度和语气 我也是倾向相信 金正恩尚在人间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只不过目前是什么状况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今天就有韩国的媒体《朝鲜日报》报道 说有熟悉朝鲜政府的消息来源指出 美国当局的偵察卫星近日就在江原道的玄山市 拍到金正恩的身影 那他在树搞什么呢 原来金正恩不单只是在一栋别墅附近骑马 而且还进行了名为喷气滑雪的大型水上活动 由于卫星拍到金正恩这些活动的画面 报道就说 根据这些证据的推论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应该是没问题的 韩国《统一报》也重申了 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确认得到金正恩的健康出现问题 好了 这个又是比较有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份《朝鲜日报》是南韩媒体 他说又这样说又是用文字聚述 既然都说有这个偵測卫星的图片 为什么你不只是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看 那就一目了然 是生是屎 一张照片就已经反映到了 骑马都被你拍到了 又没有图片 只有一个吹水 好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昨天表态 对了 他在白宫记者会上就说 知道金正恩的近况 只不过现在就不能透露 祝福对方一切安好 他还说 不久的将来 大家都会知道金正恩的情况 假使特朗普总统 真的掌握到真实情报 那就证明金正恩仍然健在 否则就不会祝他一切安好 若然是刮了柴星天 就祝他早日安息 祝他早日安好 起码 那条命还在 只不过是否行得移得 那还是未知 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他们就引述了一位 熟悉美国情报界的权威消息人士所说 说金正恩很有可能 只是去了沿山那树避酒瘟疫 即是说他还是健在 好了 至于朝鲜另一个官方媒体 朝中社就报导 说金正恩就住南非自由日 向南非总统拉马佛沙发布 賀电 他在賀电当中就说 朝鲜人民是冲心足愿 友好的南非人民 在促进民族团结和发展社会经济当中 取得更大的成绩 相信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和合作 将会继续稳步发展 似乎朝鲜的官媒也是很频繁地地 报导金正恩向外国正要发荷电的消息 来证明他还在人间 我都倾向相信他还在 一个人如果走了 如果没有了的话 没理由就不停被冒名去发荷电 如果不是到时公布死讯的时候 那日期就不吻合 要拖更长时间 没理由临走之前一天还会发荷电 比较离谱 所以我倾向相信他还在 只不过他是什么状况 就还未知了 好了 接着就讲下本地的情况 今天林郑出了来见记者 他就说 决定绝大部分的公务员 将会在5月4日复工 而且政府的服务将会分阶段回复正常 多种给予市民享用的公共设施 在不违反所谓限聚令的情况下 都会重新开放 包括室外的运动场地 图书馆等等 这个做法当然也是正常 根本上现在的疫情都开始逐渐温和和回落 特区政府就不能够将那些妖民 尤其是这个限聚令是妖民的 你都不是为了防控工作而做的 现在就很明显告诉市民 你根本就是想打压 借防控知名来打压市民的自由 这个已经很清晰了 所以这个限聚令 就一定要在5月7日日落条款的时候 你就废除了它了 取替它了 等它自动失效了 你没理由再去延长 若然一直都保持这个零确诊的话 你还可以去延长这个限聚令把鬼 除非你是一心想着 要限制市民的游行、集会、示威的自由 否则的话 你是没可能这样无止境和无了期 去延长这个限聚恶法 在推行之初就已经有记者问到 喂 为什么这个限聚令规定是四人 而不是三人 而不是五人 你特区政府就说参考外国的做法 你自己都承认了是没有科学基础的 好了 你说参考外国的做法 首先来说 外国的政府就是有民主的 对于警权就是有一个很严谨的监督 喂 若然那些警察濫权的话 是可以去法院那里遭受到起诉的 喂 若然那些市民对于现届政府有不满的话 就可以在一个换届选举当中 用选票踢个政府下台的 香港可以吗 你又没有民主 又没有普选 然后对于这个警权又没有制约 在现行的框架当中 完全就对于这帮人没有辅 你就不要跟人说 用这个所谓投诉警察课 就笑死人了 第二点 外国政府在搞这些所谓 限制聚会的命令的时候 其实人家同时就要求 所有雇员留在家里 静静地休养避疫 你又不是 你继续叫市民上班 那就已经跟限聚令的原意 是违背了 难道那些市民由家里 一出门口等车 坐车 等车 上车 回到工作单位工作的时候 那些全部不是人 那些周边全部都是多过四个人 然后你就说要限制人家聚会 根本上你的心想什么 全香港人都知道 你就是要限制人家的自由 不让人家集会 这么简单 如果不是 等车都不应该 都超过四个人 等外卖都不应该 都超过四个人 工作单位都超过四个人 你继续叫人上班 所以根本上你搞这个所谓限聚令 就不是纯粹为了所谓防控工作 而是为了打压自由 这个已经很清晰了 你到处票控那些年轻 票控那些市民 然后你警察还可以大无私样地走出来说 说只有抱持着同一个目的 哪怕你这些人是超过1.5米距离 都可以干犯这个限聚令 还有你这条恶法 就是直接引用了第599章 预防核控制疾病条例 授权给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来搞这些什么规则 你是没有通过立法程序 虽然现在香港的立法会 都是残缺不堪 都是 并非全部民主选举产生 只不过你现在连辩论的过程都没有 你说因为要紧急制定 是因为要预防核控制疾病 你现在预防了 控制了 疫情开始回落 确诊的数字回落 你应该松绑 你想搞到什么时候 没理由继续延长下去 然后由六四开始的集会 完全不被搞 这就不是控制疾病 而是控制人民的自由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